Pandas的DataFrame首先也是和这些学习Series一样 我们先来看如何创建一个DataFrame 然后呢来认识一下DataFrame 那么创建DataFrame我们知道 DataFrame在我们前面讲Pandas的时候给大家提过 它是一个二维的这样一个数组对不对 二维的数据它是一个Series的容器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这样一个二维的数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我们先来创建一个看一看 那么也是去IPS Input的Pandas刚刚有啥 Pd.DataFrame 注意了DataFrame第一个D和F是大写的 那么NP.Arrange 那比如说我们写个12.Receive34 我们来看一下 中间的NP.Arrange 12.Receive34应该是这块内容 对不对 应该是这块内容 对吧 那外面这两块是什么呢 对吧 这不是有一块吗 对不对 这一块 然后这一块对不对 这两块分别是什么呢 好像我们刚刚并没有给它指定 对不对 结合前面所学习的这个Series 大家可能能够知道 竖着的这一页则是index 对吧 那么横横着这一页又是什么呢 横着的这一页呢就是它的一个column 竖着这一页我们叫index 横着这一页呢 我们叫它column 分别指的是行索引和列索引 我们来看一下 就这个地方所学的内容 竖着这一页指的是它的行索引 0代表第一行 1代表第二行 2代表第三行 对不对 那么这里呢 代表第一列 1代表第二列 2代表第三列 3代表第四列 对吧 所以说呢 就叫做column 代表的是列索引 纵向索引 然后index叫做很像索引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可以发现 我们对它frame 由于它是一个二维的 所以它既有行索引 又有列索引 对不对 那么index指的是零轴 那么column指的是一轴 我们经常用axis对于一 axis对于一来表示 能解吗 行吗 就是axis对于零轴这个方向 那么一呢 就指的数字这个方向 对不对 这个地方能看明白吗 大家可能经常不会记得 为什么一是数字这个方向 零是很像这个方向的 因为一嘛 一就是数字的呀 所以数字的那个 就是指的是纵向 数字的那个方向 就是列索引 你把axis对于一记住了 就可以记住axis对于零了 对吧 零就是行了 但是当前 这仅仅指的是二维这个样子的 并不代表所有的维度都是这个样子 二维才是这个样子的 三维肯定和这个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么这是通行中的方式 我们知道能够创建一个 DataFrame 我们也知道了 数着这一块叫做index 反正这一块叫columns 但这个index和columns 我们刚刚并没有给它指定 对不对 并没有指定的时候 但默认和我们前面series一样 从零一种往后不停的增长 那么能不能去给它指定一下呢 我们如果判断能不能 我们就需要去看一下 DataFrame的原码 在DataFrame的原码里面 我们通过iPad上看见 它里面除了传这样一个 Data之外 Data是什么呢 Numpad End Array Digit或者说DataFrame Digit 是吧 那么除此之外呢 还能传什么index columns也是可以传的 那么index 你可以传个所以 或者说array net 就是一个看起来像出组的对象 对吧 那么columns也是一样的 可以传一个index 或者传一个array net 这样一个对象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把刚刚做这个事情呢 给它调整一下 给它添加一个index index 这个时候呢 它是表示行所以 对不对 行所以当于几行呀 三行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干什么呀 也是ABC对吧 然后还有列所以对不对 叫columns columns 等于四行四列 对不对 那么比如说xyz 就是三行四列 对吧 我们可以这样看一下 就这样的结果 我们把它复给t1 t1对于它 t1 是不是就是这个样子的呀 现在ABC就是列所以 wxyz就是 abc就是行所以 但是soy就是列所以 对不对 通过这种方式呢 能够非常快速的帮助我们去 指定它的行锁音和列锁音是什么 然后呢 在客户上面呢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只不过这里呢 我们用了之前的方法 这件什么方法呢 string.ask upcase和ask laracase这种方式 来去给它 取切片子的操作 取它的前几个后几个 然后做它的缩影 那么这个时候 大家想象一下这样的问题 DataFrame 和Series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关系呢 大家可能不是特别明白 对不对 但是没有关系 后面的手段 我们会给大家讲 当然这个手段可以看一下 这样看一下 如果我们单纯只取这一部分 这是个什么呀 是不是就是个Series呀 那么取ABC 或者说我们单纯 现在不再取这一部分 我们取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会是什么呢 我取X对应的这一列 肯定也是个Series 对不对 其他也是一个 其他也是一个 那么如果我们不想这样取 我们取这一行呢 对吧 我们取这一行 它到时候呢 肯定会也是只有 一维的这样一个束缚 变成它 对不对 目前当前只是二维的 因为它有行有力 如果我们支持 去某一行 或者某一的时候呢 毫无疑问 它肯定只会变成了 一个EV的 那变成一个EV的 在Plus里面 这个什么内型呢 那就是一个Series内型 对不对 所以说前面呢 我们说 DataFrame呢 是一个Series的容器 所以这个时候呢 应该是可以理解 为什么它是一个Series的容器 对不对 那么第二个问题 Series能够传入字典 那么DataFrame能够传入字典 作为数据吗 对不对 我们这个时候呢 可以来看一下 DataFrame传入字典 作为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首先我们定一个A 定一个D1 这样一个字典 还和之前一样 Name 小明 小红 小钢板 那么还有H 大家能看出来 我这是写的什么字典 对不对 一个字典对一个列表 一个键对一个列表 对不对 30 32 然后还有TL 然后对应的这个列表是 10086 10010 我们这样一个PT 叫DataFrame 我们把它放进去 把D1放进去 看一下 我们把它传给71 然后呢 我们type一下71 是不是这样一个 扣叫Frame DataFrame这种内型 DataFrame内型 然后DataFrame呢 现在呢 列索引是什么样 列索引是什么样 是不是刚刚这个字典的键 刚刚这个字典的键 是不是变成列索引呢 发现没有 然后呢 行是什么呢 序号从0到1 如果它有第三条 肯定是2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大家想一下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因为前面我们讲过 每一行代表一条数据 在当前这个字典里面 一条数据是什么样子 是不是Name 小明 AG20 T小1186 这是一条啊 然后Name小刚 AG32 TL1001 这是另外一条数据啊 所以因为有两条 对不对 所以在这里就这样两条 能看出来吧 这这样两条数据 这是一条 这是一条 所以说 当前 您这一条 第0行 就是第一行这一条数据 它的一个键呢 是AG的 对的值20 一个键Name 对的值小明 一个键TL 对的值10186 然后呢 第二行 一个键AG对的值32 一个键Name 对的小刚 一个键TL 对的1010 和这差不多是一样的 对不对 那我再写个第二 是要给列表 列表里面放几个字典 看一下这是什么样子 和之前一样 还是Name 小红AG 小红AG 小明AG对的值32 TL 10010 那么今天再写一个 那这里呢 我少写几个键 Name 小红AG 小红AG 那么我们再写一个TL 10000 我们写个小王 然后再写个AG 22 这个第二代能看出来是什么样子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写个TL 等于PD DataFrame 然后把G2放进去 我们看一下TL 首先也是一样的 Name AG 和TL 作为了它的什么样 键 对不对 作为它的列索引的这样 作为列索引 对吧 每一条数据 每一行数据代表一条 为什么呢 当前有三条数据 所以就有三行 是不是 每一行里面AG NameTL 代表是它的这样一个 像一个键一样的 对不对 每一行的一个键 那么在这里呢 多了两个NAN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第二条这里有个NAN呢 因为第二条这里呢 它是没有给它 它是没有AG这个字段的 所以AG这个字段这里 它就是NAN 对不对 那TL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 第三条是不是也没有TL 所以在TL这个地方 它也是NAN 所以大家可以发现 两点 第一点 我们通过字典 传入DataFrame里面去 构建一个DataFrame 这样的结构 两种方式 这种方式呢 它是整个这个字典 只用这个字典的键呢 有对应一个列表就可以了 对应多个值就可以了 那么这种方式呢 它可以是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面 你只需要有多个字典 是可以的 对不对 那么还有第二点 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说 这个字典里面保有一个位置 它只是缺失的 那么得到的DataFrame里面 那个位置呢 就是NAN的值 对不对 所以说毫无疑问 后面呢 我们在某些情况下 也肯定要去处理 这种NAN的情况 对不对 只是在Panis里面 处理NAN的情况呢 是非常容易的 一个操作 那么刚刚呢 我们来讲了 这两种方式 通过字典的形式 来创建DataFrame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要把 刚刚所学习的 这个Data 这是不是一个 什么样 大列表 列表什么 都是一个一个的字典呀 是不是 那么下面呢 我们要把它转到DataFrame里面去 那怎么转了 其实非常容易 对吧 PT的DataFrame 然后呢 把DataFone也修好了 对不对 所以大家这个时候可以发现 我们所谓的操作MangoDB 把MangoDB里面 数据读到Panis里面去 就这样就能读了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就可以读到了呀 然后呢 我们把它整为DF 我们printDF 虽然它并没有一个 专门了什么 ReadMangoDB的一个方法 我们也可以发现 通过这种方式读的话呢 你们也是非常简单 就能读到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一共2379行 对不对 26列 对吧 然后就这个样子 这是ID 就Action 对不对 Actor 然后呢 这个样子 然后接着还有Cover Data Description 对不对 这些都是有的 对不对 看看吧 导演 然后还有什么其他一些 Data的信息 对不对 还有这个info的信息 大家看到都是有的 还有ID 对吧 这里也是有的 对不对 还有这个名字 对吧 店的名字 Total Number TV Caligary 这是店的分类 当前 当前我们看到的 大部分都是 有国产剧 还有日本剧 对不对 然后还有什么呀 内型URI 对不对 这些数据都是有的 都是有的 对不对 所以说通过这种方式 我们也是一样的 能够非常容易的操作 这样一个MangoDB 那只不过大家可以发现 在刚刚这些数据里面呢 其实有很多内容 我们是没有必要需要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前这些数据里面 大家可以看到 上面UIL地址 这些我们拿来好像并没有什么卵用 对不对 我们其实可以在这个Data里面 就可以把这些数据呢 把它给去除掉 你解吗 我们最终只需要把它变成什么样子 把这个Data变成什么样子 把这个Data变成一个涅表 这个涅表里面有一个 一个的字典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但这个字典里面到底包含了什么数据 这边包含数据 是不是就是这每一条的数据 所带有的见识都是个数啊 其实很多像那么URL啊 URL啊 或者TV这些东西八糟的 其实我们都没有必要要 对不对 我们要的可能像这个分类 要这个人数 这个标题 要一下 那么其他的可能我们都不需要 对不对 那就是我们可以在这里 这个Data 之前呢 对于Data做一些调整 我们取其中距离某些 我们要的那些件 然后不要的呢 我们全部的都不要 最终我们放到Data里面去的时候呢 这个Data是不是变得比较干净的呀 就是里面可能一些关键的信息 我们要了 不关键的呢 我们都不需要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就来做一下这个事情 我们把这样一个 里面我们去找一下 哪些数据我们是要的 然后呢 我们把里面 我们需要的数据 把它提议出来 提议出来之后呢 再放到Dataframe里面去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个时候是不是更好一些 那么大家下个休息十分钟 谢谢大家